第一次美國牛仔第一次比較認真 靠台灣肉 也對台灣的牛肉造型賣賞的衝擊 他推動台灣牛肉 全買到南政黨會的標示 沒辦法周董中央進去推動 但是希望政府可以來63台標示 來保重本土持有的款頁 尊重說政府做的這種決策 以及因應國際化的趨勢 那我們對這一個政策的話 當然是表示尊重 但是我們也是希望說中央政府 能夠針對這個美國牛 以及台灣牛的區隔 做一個明確而且完善的標示 一直站在反對政口的 婚人館政府 也就要加強檢驗的動作 希望為我們頭的周董 有認可300千的牛肉入來婚人館 未來衛生局他會執行跟委員格 那當然就有農業處 我們農業處 我們是負責三頁這個部分 那負責三頁呢 那我們會要求婚底 所以 這個瘦肉精這個部分 會加強去促進 它的肉體 那飼料的部分呢 我們農業處續產科 它會加強促進飼料 因為畢竟瘦肉精在國內還是不能用 那加強飼料之後 那甚至是未來的檢體 那甚至是未來在賣的豬肉 我們都有這個責任去加強檢驗 所以呢 像我們要輔導出一個政府認證的一個品牌 要呼籲所有每一個消費者 說買牛肉 買豬肉 買金肉 都要信任台灣本土生存 面對美國牛肉的政口 到南頂論會 現在也用品商心來看待 商心消費者應該說 只要將品質夠好 就不怕美國牛肉來拼市場了 主要也是以平常心的方式去看待 然後以我們一樣維持著 我們對台灣牛的衛生 以及安全的方式下去做操作 現在到南頂論會所未的台灣牛肉 也不斷現發新的技術 讓他們的牛肉更加好吃 也希望大家可以來支持我們本土的肉片 記者 李明明 林翁真心 蔡翁報道